小韩看到在片场拍戏的周也,他披着一件白色羽绒服现身商场,过了一会儿,他换了件绿色长款卫衣,露着双腿进入拍摄片场,坐在餐桌前正拍摄着跟朋友们喝酒聊天的戏份。 周也拿纸巾醒着眼泪和鼻涕,看上去很伤心,他跟对面演员碰着啤酒瓶,还做出用手指笔心的手势。 喝醉的周也揽过旁边男演员的肩,手中拿筷子敲击着桌面,看上去醉得不清。 休息空隙,周也一手挽着助理的胳膊出现在商场走廊里,遇到粉丝拍照,周也面对镜头,做出俏皮笔叶的手势,可爱极了。